还有解答一些关于申请校园实习就业的这些疑问 好我叫陈航 我是后人教育的创始人 我现在是NASA中国专委会的主席 下边隆重介绍一下原教授和后教授 那么二位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叫张少元 我中国名字袁荣华 我是现在在圣律师华大任教 袁教授是能源环境和化学工程系的系主任 是这个系的讲席教授 那个贺教授 大家好 我叫贺振 贺龙的贺 地震的震 我现在是在卧修能源环境化工系的教授 我在国内是同济大学毕业的 后来来到卧修读博 然后留在美国一路走过来 所以说我本身是我修教育的一个产品 也是一个例证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接下来可以交流 我想普通一下 贺老师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的主管 同时呢 他也是我们国际水协会和这个Water 这个国际水研究会 这个他两个会的会室 是我们系的明星教授 所以我们非常有幸能够请他过来 系主任这么夸奖 我还是真是受宠若惊的 非常高兴啊 好 那个谢谢袁教授贺教授 好的 简单说一下后人 后人的是在匹兹堡 我们是一个留学美国的学业和就业 全程服务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机构 帮学生一直从录取之前 一直到做完他的OPT 双螺旋呢 就是就业力和学业力同时来提高 这个我多说一句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学生呢 以前呢 就是一直是以这个这个考试为目标的 但是呢 你的学习的最终的结果都是就业 你去读博士也好 你去公司大公司小公司小都是就业 那么的就业力呢 一定要提高 待会儿呢 可能这个袁教授还要特别要讲 就是你的沟通的能力 其实是特别重要 这些名校给了你 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就业的实力 但是呢 你还是要有一个你的你的这个沟通的能力 好的 那我们就来进入主题 讲一下这个EC的专业和就业 那个袁教授 好的 那我可以先开始讲一下 炮砖引玉 那贺教授啊 可能对很多专业方面的东西比我更了解 他可以补充 然后我们可以让大家问一些问题 我们EC呢 其实是一个在美国就业力非常广的一个专业 如果大家看啊 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天津大学 那一个他整个化学工程就是一个学院 如果我们去华中科学科技大学 这都是我们原来的老 老务所的这个工科院校 那他的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和他的能源工程是三个学院 那我们一个系就涵盖了这三个方面的专业 这里边有个很大的优势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专业就业率 这个就业的这个取向会非常的广 你可以选择你更多的倾向于环境 也可以选择你更多的倾向于能源 也可以选择你更多的倾向于化工 传统化工 那么这个我们的学生呢 在就业的范围也非常广 像Eastman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化工公司 像巴斯福啊 这些化工公司 Sebeck Sebeck 这就是沙特的化工公司 那么也有这个ExxonMobil 这就是传统的石化公司 DAO 这是化工公司 那也有人在Capital One 也有人在 比如说像我们周围的 BearCrop 这个等等 各种各样的公司 我们包括一些酿酒公司 而且呢 同时我们在污水处理啊 各方面都有就业 那我们 我们作为硕士商的就业呢 我们没有特别仔细的统计 但是我们本格的就业 一直有非常详尽的统计 我们过去几年的就业率 就是95% 100% 100% 96% 100% 这样的一个就业率 那么作诗生呢 如果应该说我们的 也都是找到了各种各样合适的出路 一会儿我会讲几大出路 那我们也有很多呢 去这个读这个博士生的 那也有各种各样的学校 这是比如说 好的一点像MIT呀 Columbia呀 那么比较中等的一些 就像LY呀 我们学生都有很多各方面的就业 就是说我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从各个角度 我们的就业面会非常广 我不知道贺老师 有没有什么补充 尤其是环境工程方面 刚才袁老师介绍 我们专业是 我们系是环境与化工 其实这个设置是很特别的 如果大家对美国的大学熟悉的话 就像其实在美国的大学 化工跟环境 基本上不是在一个专业 不是在一个系里面 大概全美化工跟环境在一起的 大概不超过五所大学 耶鲁啊 Washill啊 还有加州大学 Riverside Azana 辛西纳地 大概就这么几所大学 所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从我们做科研的角度来说 环境跟化工 其实走得更近 比土木要近很多 那么从就业的角度来说 我们开玩笑的说 当你毕业的时候 你拿这个学位证书上面写的ECE 你可以说你是化工的 你也可以说你是环境的 环境工程的 其实这个上面有相当的有势 因为有时候你做环境工程 它是需要有相当的这个化学背景的 那么做现在很多的化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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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里面的公司里面 它其实需要有环境背景的人在里面 刚才袁老师讲了 我们附近就有这个贝尔 就德国这个贝尔公司的一个 非常在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基地 他们前两个月刚雇了我们三个博士生 当然那个是博士生了 进入他们的环境部门 他们是一个农业种子公司 但是他们也在招这个环境部门的 环境专业的这个 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 专业设置呢 就是说我们一般 我们的硕士生 他有两种不同的program 一个叫master of science 一个叫master of engineering 我们主推是master of science 这个总共有30个学分 有24个学分呢 是这个cost work 那另外6个学分呢 这上面写的是 thesis work 事实上你可以不做这个论文 thesis就论文嘛 你可以做一个project 你甚至于我们现在也允许 你不做project 直接就拿一个硕士地规 那我们为什么推这个ms 不推这个mind呢 就是个ms啊 一般情况下要两年来完成 我们的学生来第一年 咱们假如说从大陆过来 还在适应 你这个还要去找intern 还要去各方面要适应 包括你英文 以后我要讲到英文很重要 那实际上两年来完成这个学位 对我们来说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那你要是读短的 那我们也有这个minch 这个一年半的一个option 那同时呢 我们特别强调 就是说我们当你进入master program以后 如果你假如说你在国内 有一点点working experience 或者你考了GMAT 那你有可能去考 比如说你现在两年的program 你可以在第一年的这个读到这个1月份的时候 你可以用三年的时间 基本上把两 degree都留下来 如果你安排的好 那当你读了MBA和master of science以后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train 我们ECE的muscle sense是stamp MBA它不是stamp 你MBA你作为美国的这个签证的话 你毕业了以后 你只有大概12个月的opt 我们可以有36个月的opt 你有很大的回转的余地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么当然了 你读MBA你可以进入管理层 那你有专业背景进入管理层 你更有优势 那你有专业背景 你如果再有一些管理背景 那你在事业发展 你也有优势 所以大家如果您的孩子 有这个潜质的话 可以考虑让他去挖掘这个潜质 我不知道贺老师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当然袁老师已经cover的非常好了 就是说Washio的商学院 奥林商学院非常好 是在美国算是top商学院 当然最近的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就是我们商学院的教授 当然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家会印象很深刻 那么对于MENG跟MS呢 就是一个是工学硕士 有点像国内的工学硕士 跟这个理学硕士 MENG的design呢 就是设计更多的是 给这种part time 就是已经工作了的人 所以说MS的话会更好一些 当然我的理解可能 我的信息不是太准确 我有听说几年前国内 可能不是特别认这种一年制的硕士 那么MS呢 Science呢更是两年的硕士 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拿到硕士之后 如果要决定回国工作的话 在这方面也会稍微好一些 刚才袁老师讲的 这是他作为我们系组人之后的一个改革 就是在他来之前 我们的Master of Science 必须要做research thesis 必须要做论文 这是我们的就是说 硕士生呢 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challenge 就是一定要找到faculty来同意接收 那么袁老师做了系组人之后 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做了改革 就是说允许你可以做一个research project 不需要写正式论文 写正式论文要花很多时间 最后要放到图书馆的网站上 相当于publication 同时另外一个option是说 你可以修课 修课够了 一样可以去拿一个Must of Science 所以说增加了很多的灵活性 好 那么除了您的硕士degree以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证书的program 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前面讲的数据挖掘和这个人工智能 我们有一个新建了一个叫 Division of Computational and 就是我们的叫做 Computational and Data Science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科学 有个专门的一个大Division 它会有很多certific program 你也可以去我们的 ECE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子工程系 也可以去我们的 Compute Science Engineer 去修这个certific program 就是这个系外你可以去修 因为你如果一会儿你看到 我们贺老师介绍 我们工学院都在一起 所以你去修这个certificate 非常容易 你也可以在我们系修 我们系有这个能源技术方面的certificate 有纳米技术方面的 有生物技术方面的 我们还最近还有一个 Anag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这个呢 其实现在也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叫做ESG Ever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这是现在管理领域里 特别热的一个话题 这个专门在沃顿商学院 刚刚开了一个ESG的certificate program 其实我们呢 也有类似的training 可以让你的学生 让我们的学生 有这方面的知识背景 让他们有很好的准备 那我不知道贺老师 有没有什么 我稍微简单的加一点 就是说我们作为Washio 作为一个中等的私立大学 那么跟那种大型的州立大学 有不少的区别 当然袁老师也是来自于Texas A&M 我之前来Washio之前 是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做教授 所以我们对这种州立大学 跟这个私校 我们都有亲身经历过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不光是教授 在做非常前段的课研 我们在课程 跟这种certificate的证书的设计上 也是尽量去追导最前段的 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方面 我们工学院不仅有大数据方面的 这个中心 前一天我刚投了一个 给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投了一个proposal 就是关于这个 Big Data跟Water方面 我们要建立一个工业 跟那个大学合作的一个中心 如果proof的话 这方面会有更多相关的 这种科研跟教育方面的机会 那么我们就业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我们对硕士生的就业 进行了一下总结和回顾 大概是有五个大的渠道 那么第一个大的渠道呢 就是美国的一些大公司 这个你学生的英文一定要好 英文好的学生 进大公司的机会很多 那当然如果你有绿卡 或者身份的话 那就更容易了 那么这个 但是呢你个人的交流能力 我们可以给你准备 你的知识背景 但你的交流能力 决定你能走多远 那么还有很多学生 他有种种方面的限制 尤其是这个 比如说他在英文上 有一些限制 他会去这个一些 台湾和大陆的公司 在美国的分布 现在这些公司也很多 比如说像富士康啊 在美国建很大的分布 他在威斯康辛 就有很大的分布 我们有人去那边就业 服药啊等等等等 这些公司现在非常的多 那么呢 刚才我谈到了 系外的这个 certificate program 那贺老师也特别强调 我们在这方面的设计 是非常前沿的 前沿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学生 有更好的专业的配置和从调 那么你也可能 去数据方面的公司 比如说有些学生 可以直接吸入这个 人生工智能 这方面的certificate 他有了这个多元化的 这个知识了以后呢 他可以拓展这个就业渠道 你可能一开始 你是一个学化学的 那你可能到我们这儿 来学了化工 那你顺便可以 修一个computer degree 那你就可能 你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背景 可能去做 不同类型的工作 那么我们本身在教学中呢 我们最近也要加入更多的 关于数据处理的内容 帮助学生的就业 那么也有些学生呢 在就学过程中 他准备了 共产管理学硕士 这样的双辆硕士呢 他可以有很广泛的就业前进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啊 我最近我刚刚有一个教授 在跟我谈 他要顾一个 我们本身的毕业生 在他实验室 做这个做技术员 那这个是呢 这个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 包括我们的工学院呢 我们的医学院 或其他大学去工作 但是在这个非盈利机构工作 他的特点是工资稍微低一点 但他有他的好处 就是他申请H1B的时候 不受明的限制 你可以做 你可以这个帮助 你去为未来就业准备 那我们在这个专业排名 全美排名之前15 在国内也很有名气 所以如果我们 比如说家里有矿的 家里有产业的 你要回国就业呢 那我们这个也都是很受欢迎的 那贺老师您看 那我觉得袁老师 这个cover的非常好了 我就是说 当然每个同学来了 出国留学是个很大的事 来了之后将来的就业 还是相当大的程度上 也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 对吧 自身的成绩 学校是提供一个平台 Washu这个牌子 它不会影响到你 任何就业的情况 那么对于硕士就业的话 因为我来Washu 做教授是三年 我原来是读书的 那么十几年之后又回来 那么我在福吉尼里 理工带的硕士生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硕士毕业生 就是说中国学生 我看中国学生 还没有说是没找到工作的 就是大部分是去公司 大部分是去公司 其他一部分是去继续深造读博士 但是我相信Washu的硕士生 跟福吉尼里工 不会有太大区别 或者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好 刚才袁老师说的 这个H1申请的时候 不受名额限制 就是不用抽签 那么你只要是在这些实验室 医学院 工学院 或者大学工作 你就直接就可以办 这个H1B 不用抽签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然后咱们的15分钟到了 咱们有家长提一个问题 请问教授 华大申言对本科祭典的要求是什么 这个要看是申博士还是申硕士 如果我们是讨论硕士的话 要求会相对低一些 博士的话要求会比较高 就是因为博士的话 我们录取的博士是全奖 就是完全cover 就是学费加上stipend 那么硕士的话 我们希望是在3.0以上 就是说应该是在就平均分80分以上 然后有一定的语言成绩 我觉得就有比较好的机会 而且我们其实也看这个学校 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3.0这个线 也可以挪一挪 对 这个是灵活的 这个是灵活的 好的 鼓励申请 好的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What you这个大学和工学院 袁老师你来吗 就是说 你来 你来 对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 这个陈老师做的一些视频 其实我自己都看过 这个关于博士的介绍 就是陈老师已经提供了 相当好的信息了 就是我们的本科排名 现在当然每年都在变化 基本上在10到20 我是2003年来 我是有赌博的 我来的那年排第10 比如说大家非常的兴奋 这个一下成了top10了 把一半的长春藤学校 都排在后面 所以他这个排名 我们总体是在大概就是说10到 我觉得reasonable的话 10到15之间 那么环境工程跟化学工程呢 主要是研究生院的排名 就是说环境工程排名 这个排名有非常多的这个主观性了 我们现在排26 化工排34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有相当大的潜力 因为刚才我说了 在来博士尔之前 我是在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理工 富吉尼亚理工 富吉尼亚Tag做教授 富吉尼亚的环境工程 一直在排前十名 大概是第七第六 那我为什么要从一个排第七的学校 跑到一个排第27的学校 那么因为我 我知道 what top 10 program look like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系 是有相当大的潜力的 其他的一些排名 我觉得这个 杰斯瓦你要讲讲这个Nature Index 的情况 没关系 我所谓Nature Index 就是指我们在这个 这个高水平 这个折腦上的一些文章 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知名的克拉曼森大学 他整个大学的Nature Index 444 那么戴雷威尔大学 就是我们拜登这个母校 他的化工系排名是全美前八 但是他他的化工系的Nature Index 可能就是10左右 那他的整个学校的Nature Index 106 那我们系的整个系的Nature Index 是29 那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我们系的 scholarship 我们系的学术水平 是相当的高 所以您的孩子来 应该是由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 来给他们教学 来辅导他们 这个进行科研 好 关于排名 我补充一句 这里边 这个学术水平的排名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个 国际大学学术水平排名 就是这个叫上海排名 那么 washu 是排名的是全球的27名 中国有些家长老说 这个QS排名 这个washu排到100之外 美国人根本不看这个QS排名的 这个英国人是乱排的 你们不用看那个 你就看 这个 袁教授贺教授 给你们的这些排名就好了 这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袁教授也说呢 这个系呢 他的学术能力很强 这也体现到硬指标上 就是他的科研经费 非常非常的充足 我之前说过 陈老师已经介绍过 华盛顿大学了 两所华大 那么我在给国内的大学 做讲座的时候 总会用这张地图 就是说到底华盛顿大学在哪里 那么因为大家一提华盛顿大学 总会想到西雅图的那一所 因为有两部很有名的电影 西雅图不眠之夜 跟北京遇上西雅图 那我们有时候国内的翻译 把我们华盛顿大学 圣路士华盛大学 翻译成华盛顿大学 圣路士分校 其实是我们距离他们 好几千公里 这个分校分得远了一点 我们跟他们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他们是 就是西雅图那所是州立大学 就是美国不存在教育部之处的 公立大学 他们其实州大州立大学 而我们是属于四立大学 就是两所大学完全没有关系 刚才大家也可能听到 我跟袁老师或者陈老师 我们在介绍 我们叫wash you 就是说我们 在学校的人 我们平时简称 我们就你看 Washington的前四个letter W-A-S-H 加上University Washill 读起来很顺口 Washill Washill 所以说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一般称自己学校 那么U-W 他们叫自己叫U-W U-Dub 所以两所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学 当然还有另外一所华盛顿大学 在美国的首都DC特区 布林比亚特区 叫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也是一所私立大学 第三所是美国大学里面 就科研型大学里面 带有华盛顿的 比较主要的大学 另外还有试集所 带有华盛顿的 像Washington Lee Mary Washington University 华盛顿是美国的国府 是一个非常popular的name 关于Saint Louis 这个城市呢 我们是在美国的中部 刚才大家看过地图了 地标性的建筑 就是这个大拱门 这个大拱门建立 已经六七十年了 是属于这个地球上 最高的人工建筑的拱门 你是可以上去 进去看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美国西京运动的开始 那么在一百多年前 1904年有两件大事发生在Saint Louis 第一件呢就是说世博会 就是1904年的世博会 那么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奥运会 也就是第三届奥运会是在Saint Louis 而且是在Washio的校园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左下角的那个图呢 那是Washio的这个体育场 看起来很简陋 但是是1904年奥运会的主赛场 所以说是非常的第三届奥运会 也是欧洲以外的第一届奥运会 所以Saint Louis在那个时候 是美国第四大城市 当然现在没有那么大了 在大Saint Louis都会区 大概还在20名左右 但是在1904年时候是非常 因为交通枢纽嘛 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 第四大城市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 那么在Saint Louis 有些大的公司 如果有的家长喝酒的话 百味啤酒总是听说过的吧 百味啤酒的总部就在Saint Louis 他是Unheimers Bush家族 拥有的 当然他们现在把酒卖给 把酒厂卖给另外的公司了 好像是比利时跟巴西合 合营那家公司 但是呢 百味的总部 就是说主要最大的 在北美最大的制酒公司 制酒厂还是在省路 有非常好的博物馆 还是波士这些博物馆 化学药品 大家可能如果 从事化工专业的话 那么有很大的比例会用到 几乎会用到这个化学产品 叫Sigma Eldridge 非常大的化学药品生产的 那么Sigma呢 就是在省路一次 坐飞机的话 现在大家坐飞机 一般都是波音或者是空客 那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家长呢 可能听到过麦道飞机 那么麦道飞机的总部呢 是在省路一次 那么当时麦道还在的时候 他是美国第二大 就是说民航制造公司 那么后来他跟波音合并了 所以说呢 波音的第二大飞机制造基地 仍然在省路一次 只不过是他现在是更多的是制造 这个生产军用飞机 那么再往下呢 我写的孟山都 这个在国内的名声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现在他被德国的贝尔收购了 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开车两三分钟就到了 所以贝尔是非常大的这个农业种子公司 所以说省路一次是有一些非常大的企业 非常不错 这个奥运会的主赛场 这个运动场就是现在 Washio的学生就在用的这个运动场 对对就是Washio的这个如果大家对美国大学体育熟悉的话 你看这个这个主赛场跟别的这个州大的这个主赛场没有办法比 对吧 如果有一尤其是有橄榄球项目的这些学校 但是这个确实是举办过第三届奥运会的主赛场 那么大概是几个月前呢 这个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来沈路易斯参加了这个沈路易斯棒球队叫Cardino 红雀队的这个开球开赛仪式 这个Cardino这个沈路易斯呢 有两个主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球队 一个是棒球Baseball Cardino 这个他们开玩笑中西部都是Cardino的粉丝 就是他的影响很大 拿过很多次冠军 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冰球 所以呢沈路易斯的跟国内是南京市姊妹城市 好像还跟另外武汉好像也是姊妹城市 所以说有一个雕像就是棒球的投手的一个雕像 好像是在南京 然后在沈路易斯有个基球手 这是一对 所以说当时是分开的 是有这样的关系 那么沈路易斯明年就要 又要开始另外一次职业球队是足球 不是橄榄球 soccer 不是美式足球 是足球的 所以说有这样大型的这个体育 体育的这个赛事 如果大家有对体育感兴趣的话 是有机会去砍球的 但是我们没有篮球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没有NBA的这个篮球队 这是沃修的这个主校园了 我们有两个校园 这是主校园 在 但是我现在没有地图了 就是说在主校园前面呢 有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 比著名的美国的 就纽约的Central Park还要大 但是纽约的Central Park 它很有名 因为在纽约嘛 其实沈路易斯的这个Forest Park 是非常的漂亮 它也是1904年 世博会的主要的举办地 所以现在还留下来很多东西里面 有艺术博物馆 有神陆是动物园 科技 科技馆 还有那个秘书里的历史博物馆 有一个非常好的游戏 就是都是免费的 就是对游客都是免费的 但是对于我们居民来说 不是免费的 因为我要交税 我交的很多税是到了这些地方 那沃修的校园 大家看 并不是很大 但是在我看来 并不是很大 跟很多州立大学比 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非常的漂亮 所以接下来我有一些这个 这个照片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 所以说整个校园建筑 都是哥特式的建筑 而且都是红石头的 都是这种红石头 当然我当年 20年前来 来沃修的时候 他们开玩笑 这个红石头 刚开始是要从欧洲运过来的 我想没有那么夸张 后来又说是从 秘书里的哪个地方 专门的一个地方采出来 所以说整个校园是非常漂亮 当然我不是 我在美国也20年了 就是去过很多大学 因为我一直在学术界 我想沃修的校园 是最漂亮之一 应该是 no question的 这个不光是我 我个人有偏见 我是这里的毕业生 现在又是这里教授 但它确实是最漂亮的 我前几个月刚去 这个修士顿的 莱斯大学做这个seminar 莱斯大学是一个 莱斯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这个无论之一 但是他们的校园 跟我们校园真的是 不好比 我觉得沃修的任何一个建筑 放在那儿都是一个 网红打卡的景点 下一张slice 这个非常漂亮 我补充一句 这个就是从外边 进到Washu的一个拱门 这就是工学院 然后这个拱门 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校友捐的 上面还写着 叫献给天下父母 这个应该是一个 可能是香港的一个毕业生 好像就是化工系的一个 就是我们系的Peter Yang 对 他是香港的 现在在台湾 所以他捐的 写着献给天下父母 中文字写 这个学校很有人文的这种特点 校友也很非常不错 然后这里有一些 比如像这个社工学院 还有一些法学院的楼 基本上校园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建筑 而且很多建筑 他就是说你看社工学院在右下角的这个楼 他就是结合了这个 又有一些古典的这个感觉 又有一些现代的感觉 他就逐步把这个理念 融合在这个设计里面 然后在校园的中心 有一个我们不叫教堂吧 叫Champo 就是说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可以去做毕业典礼 但是它里面大概容纳800人 我建的更多的活动是举办婚礼 周末 就是说外面的人可以去租用他去举办婚礼 然后呢 我们今年举办了一个环境工程 就是美国环境工程学术领域里面 最大的会大概来了800多人 开幕式闭幕式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明年我还要举办一个国际水协会的模具属会议 我们也打算把开幕式放在这里面 里面是非常漂亮的 好 下面讲一下意义思义的就业前景 我可以先来讲 然后看贺老师有什么更多的补充和各方面的建议 那我右边这边我放了一张图 这张图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叫Track的TechLayoff 这是今年的最新的 从2022年11月份到2022年 从2022年1月份到2022年11月份 所有的Tech就是这些什么IT公司Layoff的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一个从指数增长的情况 我们希望这个Track不要再进行下去 否则我们这个计算机系恐怕要垮台了 那么大家看到到11月份的时候 Meta就是我们的Facebook 这个Facebook在国内叫什么 脸书 亚麻 这个推特 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 然后呢 在这之前我们的B站已经裁过一批了 B站到5月份的时候就裁了一批了 BillyBilly 那么BillyBilly是B站吧 我不知道 那么 那么所以这整个的这个 总的来讲在整个的这个IT行业 是一片哀红 现在这个裁员的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那真正你看到对化工领域 现在应该说美联储一直在升息 那它升息就造成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收缩 那这个经济活动的收缩 对整个化工和环境领域呢 其实它的影响就比这个就比这个 计算机领域要小很多 那我们的刚才我已经讲过 我们的就业前景非常广泛 从石化到食品到制业到到农业 到生物技术污水处理 我们学生可以遍布各个行业 就像刚才贺老师讲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他因为还不错的话 都比较容易能找到工作 这个原因是因为 这是长期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 不是某一个行业一下子火起来 我们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是基本上是越老越吃香 另外一个很重要 我们的专业 假如说你是一个学化学的 我们有很多是应用化学专业过来 来学化工的 也有一些物理啊什么这些专业 不管是哪个专业 他对数理的要求都很高 就像我们在国内 我们都就包括 我原来学过这个生物 包括我们这也需要把这个四大化学全部学清楚 而且呢 还需要把这个微积分全部学清楚 那么我们这个数理专业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呢 就决定我们的行业盟产比较高 不是你会写几行代码就可以了 那个啊 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培训 也是让你能够有一个长期的啊 值钱的一个饭碗 那我们的平均年薪实际上是很高的 如果你看一会我会摄了一些数据 平均年薪是非常高的 起薪并不是最高 基本上是你这个行业做的越久 你越有经验会越吃香 所以呢 这个呢 你可以从在我们这个就可以开始进实验室 开始积累经验 为你的就业做准备 那贺老师您看您还有什么 我觉得袁老师说的很好 就是说化工与环境工程 其实我们属于传统工科专业 就是说不像computer science 那么一下爆热 也可能会爆冷 所以我们的这个需求比较稳定 而且看美国的情况的话 因为美国接下来要做很多的基建 infrastructure方面的这个大的变动的话 就是这方面的就业机会会很多 因为我本人是环境工程的 我本人是环境工程的 这么说吧 就是过去几年 我跟在美国的话 很多环境工程毕业生去哪里工作呢 咨询公司 这个咨询公司叫工程咨询公司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商业咨询公司 就是说国内很多是在设计院 做这种污水处理设计啊 这方面在美国都是咨询公司在做 工程咨询公司 这个我跟他们打很多的交道 这个他们经常问我的一件事是 你有没有学生要毕业 就是他们现在项目非常多 当然了 回到很早这个我们讲座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国际学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challenge 就是说身份的问题 如果身份不是问题 工作机会非常多 我跟这个正好我就就着贺老师这个话再讲一下 我们有一个校友叫Erika Rosenfeld 是一家最大的这个咨询公司 就是一个水方面 水处理方面咨询公司的这个副总 那我请他 我们请了他来做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我们叫Executive Advisory Board 就我们的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那我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能对你们这个公司有什么最大高度 他说你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硕士生 那当然这就是我们的学生要 机会只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的学生自己要right it 我们从英文从交流到表达各个方面 软实力和硬实力要配合 要能够right it 能够和这个咨询公司对交流的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这个即使没有绿卡的话 那么也有三年的这个这个实习期 其实三年的其实很长的 那么呢 只要是你有这个工作 那么雇主那都是会愿意给你办这个工作的身份的 对我刚才说过 我自己的就是说大陆来的国内来的硕士生 还没有说是没找到工作 就是他们大部分是去公司 去公司啊 对刚才 那他一后一上来这个原教授看的这个五年的这个就业率是三年都是百日百还有百年之九十六百天之八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就业 你去代研计系 他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这个就业 因为它很硬核 那么这就 谈到刚才那位 那位先生或者女士问的 这个化工的就业前景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从2020年到2030年 这是一个projection 它的就业应该是一直在增长的 那环境工程呢 其实比化工的 这个需要的人数更多 那我在这边我还比了一个 这个整个工程 就是工程领域 所有工程师的需求 增加应该是5% 但是呢化工呢 可能这个未来十年增加是14%左右 那下面这个图呢 就是看到这个一般的 这个工科专业的base salary 那如果你看我们化工啊 我们化工实际上是在11万4 11万5这个左右 那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了 和Communist Science 非常可以相比的一个地步 也可以和Airspace这些都可以比 稍微低一点 那都差不多了 所以就是比较高的了 所以我们这个陈老师学的这个 这个Nuclear Engineer也可以比 那么但是但是呢 事实上你刚一毕业 你可能拿不到这个薪水 就是因为他对经验的要求比较足 所以你是越老越吃香 就我讲 其实你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很多做到这个40岁50岁 那工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平均薪水 这个非常重要啊 这个虽然我这个Nuclear Engineer 工资和您相比 但是我们的成长率可不是14% 我们未来十年的成长率是负的12% 所以呢 这个你还是要去到一个比较 比较有就业的就业增长的这个行当比较好 好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具体到咱们这个系 对学生的都可以有什么学业的支持 实习的支持 还有实习的机会 那么我就讲一下这个就业的这个关键的因素 这里面第一点呢 就是从身份上讲 这个从我们以后你要做H1B啊 申请绿卡啊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是STAM专业 所以我们有36个 36个这个月的实习期 那么从硬实力方面讲呢 我们有最一流的老师和教学环境 刚才我谈到Nature Index 谈到我们这个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贺老师 他是我们的这个 Gener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的主编 也是我们这个水方面的 水环境的一个杂志的主编 这是非常国际一流的专家 我们就是有很多国际一流的专家 刚才贺老师谈到Rendal Martin 那是全世界所有的做环境相关的人 从引用率啊各方面排到23位的一位专家 那我们系应该说是 我个人来的时间也不多 但是我对我们系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各位老师的这个 优秀的科研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所以你我们有最一流的这个 私资和教学环境 我们会提供这个 我们所提供这个课程和你的专业准备 肯定是为你的未来就业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我们最近在建一个教学实验室 一年内会竣工 同时呢我们院长已经批准我们 他在把这个那一层啊 基本上把它重新要装修一下 这一部分做教学实验室 另外一部分呢 我们会带建一个中式的实验室 这个包括一些fermentation的一些 大的fermentation的一些 reactor 还有一些 比如说做最新技术的 像我们 马上我下周要和一位教授谈 我们在那个中式的地方 要建一个plasma plasma 国内应该plasma怎么说 这个中文 plasma reactor 对 所以这都是非常先进的一些reactor 那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 从实验室到中式 到这个实验 全方面的一个为孩子们做的 一个教学准备 我刚才也提了 我们和我们现在 至于要开一门化工员里的课 为这个其他学生的专业 做一些铺垫 但是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讲 对这个学生来讲啊 我发现最重要最重要 limit他们的一个因素 是英文的水平和表达的能力 和他们做presentation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进实验室 会有帮助 我今天还在说 我们这个进实验室的做事声量 让他们去做presentation 要让他们培训他们这个能力 他们一定要把家长能够做的 要督促这个孩子 从国内开始 就把这个英文准备起来 听原声大 然后呢 不断的去refresh他的英文 到美国以后呢 不要只是在中国孩子的群里 那么也同时有机会 去跟当地人接触 能够包括进实验室 能够用英文 更多的锻炼他英文表达的能力 这对他的就业 是帮助非常大的 那我啰嗦了很多 那贺老师您看有什么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补充 那个 袁老师你之后还有关于实习方面的 slides对吧 实习方面我还真没有 OK 就是说我们实习的话 就是说我们叫internship 那么就是说这个呢 工学院本身有专门的部门 在帮助学生找internship 那在我们department呢 在系的这个level呢 就是说袁老师做了系统之后呢 我们也之前是没有 我们目前意识到就是说 我们要主动的创造这个更多的机会 比如说环境方面 我在几年前成立了一个center for water innovation 这个水中心呢 我就有一些工业界的这个partner 那么其中一个program 我在跟他们讲就是intern 他们在找intern 他们平时只是说 Dr.Hai你有没有这个学生要来做intern 我说我们把这个做成长期化 固定化 那么每年 你需要多少人 我这边就可以送学生过去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当然也要需要人家来面试 来挑 就是说我们逐步的把这个internship的机会 做成比较固定一点 就是说也方便学生去找 好 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说保证你能找到 但你能不能说一个大概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可能呢 你能看到 比如说 咱们就说有100个这个学生的话 他们能对应 多少intern的机会 就您看到的相对比较实际的机会 是他们能对应30个intern的机会呢 还是50个呢 还是100个呢 还是120个呢 还是大致的一个情况呢 我没有具体的数据 但是我能说的话 就是我感觉机会多余人 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三年 当然也疫情比较特殊的情况 因为同一年大家都在virtual 那么我收到这种request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做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我能感觉到有不少intern机会 他们最后没有找到学生 就是至少没有找到washio的学生 他们也许找别的地方的学生 我觉得机会一直都在存在 但是就像袁老师讲的话 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 不是说机会摆在那里 你就一定能够拿得到 你的这种跟人打交道呀 这个英文的好 这个跟人家一谈 人家印象就深刻 如果这方面你不提高的话 那么机会摆在面前你也很难拿 这个我们不能guarantee 不能保证任何的东西 但是我们作为学校 作为老师 我们尽量去创造机会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就是你这个双螺旋 学业力和就业力都得要提高 我们后人的学生 我们是一直是帮助他们这样 而且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 因为我女儿现在在washio 我觉得washio还有一个地理上的 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在周围这几个州 这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最牛的一个大学 他不像你在加州旁边又有斯坦福 又有什么伯克利 又有什么的 这个washio在这 这周围几个州就是这一个最好的 而且这几个州都是以工业为核心的这些州 所以就业机会多 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 对就是你走出这几个州的范围 washio的牌子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不会成为你就业的一个绊脚石 我们不能做到这种 就是家喻户晓 说卖茶叶蛋的老奶奶都知道 他知道哈佛 他可能不了解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但是只要是内行的人 只要是圈里面的人 他知道我们学生的质量 对 我刚才还正好讲到这个就业 那么我们还有一张slide 就像我们刚才贺老师讲的 这个我们有就业中心 Career Center 可以帮助大家联系一些就业的机会 那我们老师呢 像贺老师 这个他有这个水资源中心 水创新中心 那么他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工业界的联系 那也有一些可能帮助毕业生 联系到这个internship的机会 那我们本身呢 系里的确是在进一步的 努力的把系里这些资源 以前我们有一位 这个Michael Dutekovic做系主任的时候 他就是有很多工业界的资源 我们也在努力的把各个老师手里的资源 把它提供好支持好 让我们的学生有更多的这个就业的机会 我们的这个 包括我本人 包括贺老师 我们都是有中文背景的 那我们系实系里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是华裔 那这个华裔教授呢 不是让你跟我们说中文的 还是要说英文 尽量把你们的英文搞好 但是我们理解大家的需要 我们也愿意和大家配合 争取帮助我们同学们有更好的就业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和这个后人能够配合 就我们也讨论了和后人 可能我们会有定期的会议 我们这个会议呢 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后人的学生 能够及早的了解他们的情况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公司就业 也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我还是想说师傅领进门 修心靠个人 一个最重要的建议 还是提高英文 提高个人交流和presentation的能力 那这个呢 你可以在进实验室的时候跟老师说 我能不能参与你们实验室的时候 在实验室会议上 我也可以讲一讲我的工作 一般的老师都会愿意你讲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等你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美国就业 交流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比这个刚才 这个我说话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我要 但是刚才这个 陈老师说了这个问题 说这个看到 这个很多其他主义的 也是少数主义的 可能在美国就业就很好 这个打变归谷 那为什么 交流的能力 交流的能力 presentation的能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软实力发展起来 而且要尽早的准备internship 如果你两年的话 你有两个cycle 你第一个cycle 12月份就可以开始准备 那么也可以考虑 对自己的能力进行多元化的培养 这就是刚才我们 回到我们一开始进行的 专业设置的角度 你可以到系外去说certificate 你可以在系内修certificate 那贺老师您看呢 还有什么 我觉得这方面我没有什么补充 好 那我们来接着讲下一个slide 好 我们现在讲一下申请的要求 好 这部分贺老师 要么您来讲 还是我来讲 我可以简单 其实申请要求没有太 就是说跟很多需要不一样的地方申请费 那么听了这个讲座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免申请费的code 这样75美金 那个非官方的成绩单 推荐信 个人陈述 个人陈述写的 最好是有特色一点 是针对这个学校的 尤其是如果你的背景 不是化工或者环境 就像刚才几个提问的 就是比较 离得稍微远点的 那你为什么要剩这个 我们都会读的简历 对于GRE来说 我们现在作为optional 就是说你可提供 也可以不提供 语言成绩是一个比较 硬核的东西 硬核的东西 托付最低90分 如果达不到90分 我们要看非常特殊的情况 因为这个语言成绩是研究生院在管 就是现在我们没有研究生院 是在工学院这个主管 博士录取的地方在管 达不到的话 他们有可能都不会把申请转给我们 所以说 但90分的托付 对大家大部分同学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对硕士的截止日期是3月1号 博士的申请截止日期是昨天 12月15号 所以欢迎大家来申请 这是最低要求 不是说 对对对 这是最低要求 这是最低要求 对 每一次的要求也要看 你就说每一次 每一年 每个申请这个cycle进来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 你们是在彼此之间比 好 这边有一些家长 事先提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先回答一下 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再回答 今天直播的问题 好吧 这家长问 本科博士业化学中工程 如果直接就业有难度吗 如果想申请本校的化工研究生 有哪些方向 这个基本上也讲了 请二位教授讲一下 对本科 就是说本校毕业的本科生 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 就是什么 不能叫特殊照顾吧 就是说 更喜爱一些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优秀学生留下来 读博 所以说今年我们 就即使昨天博士生刚截止 那么我们已经录取了三个 就是说直接录取的博士生 其中一个 就是个中国孩子 他是来这读 读本科的成绩非常好 他曾经在我班上 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愿意留下来 直接给他提供了额外的奖学金 但是他最终要不要留下来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了 化学工程专业感觉很难学 本科不是相关专业的 能读得下来吗 我觉得这个化工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化学和数学的基础 比如说你学了一些微积分 像我们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你是学生物的 你如果四大化学都学了 然后微积分学了高数学了 那么你还是可能进入到我们的专业里边 我们可能把这个就是帮你们进行一定的找评 讲一些化学原理 讲一些这个 然后再去上那些比较advice的课 所以这要看你什么专业 如果你本科是学文学和艺术的话 这个可能比较困难 所以刚才贺老师一再强调 你如果完全不相关的专业 你就好修一个minor 或者是修 你要修一些数理化的一些基础的课 不然的话呢 你像有一些concept讲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难 我不知道贺老师您看呢 这个因为我是环境工程的 其实化学工程对我来说确实挺难的 但我不是叫下同学们或者下各位家长 但是呢 你难你学到了东西 其实大家都理解对吧 在不管是你工作学习过程中 这个简单的东西或者难的东西 你哪个学的更多 这是一定的 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够能够学得到 而且对于中国学生来说 我还真是很少见就是说 学习不是特别 就是在美国的课程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都可以拿得下来 我又举个例子 我系里我实验室就因为我实验室刚开始见面 人也不多 但是有一个咱们国内来的 这个学化工的硕士孩子就到我实验室 我没有付钱呢 他工作 那我就很担心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数学你肯得下来吗 因为我听我另外一个 在我实验室做rotation的博士生 数学出了问题 所以我就很担心 我说你数学肯得下来吗 没问题没问题 我说那那个 其他的像这种 这个transport这些你有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在国内不都学过这些东西吗 所以他本科英文化学专业的 他到这来学一点都不觉得难 这个化工专业 那我想说的就是说 还有一点大家要考虑的啊 我们这个硕士生 你有一些基础课 就是我们有一些call course 除了那以外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课就是非常广泛 也有一些环境的课 所以并不是每门课的难度都是一样的 想了解what you的招生重点 该校青睐的学生是什么样子 就是您这硕士的学生 或者博士学生青睐的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我们想造优秀学生了 这个这个是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一定是想召优秀的学生 对what you感兴趣的 真的是想来的 这点其实我们在招生过程中也会考虑到 这个学生到底是不是对我们系特别的有兴趣 这个就是就可以反映在你写的personal statement里面 因为你是这个写了一个statement给20个学校都记一样的呢 还是说给这个学校写的 我了解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读 哇这个学生做了很多的homework 真的是对这个系蛮有兴趣的 另外一点我就想强调一下 我们的这个博士生因为我们提供全员的全额的资助 然后呢除了这以外我们还减免学费 所以我们对博士生的期待要更高一些 要挑的比较厉害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博士生 我们基本上我们去做这个讲座的 都是像同济啊天代啊这样的学校 那么我们对这个呃 硕士生呢 呃我们了解到我们有更多的学生希望能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我们其实呃我们是开的呃非常广的 比如说呃我们我们不会说啊 你国内必须是211啊或者985啊或者什么 就是你只要是呃展现出你有这样的潜力能够呃 而且呢真正真心对我们的program感兴趣 我们都会认真考虑 太好了嗯 我是有化工专业的优势有哪些在美国好就业吗 哎这个已经回答过了吧 要不然您再稍补充一下好吗 呃我们呃我再说啊 我们不是化工 我们的degree叫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chemical engineer 是能源环境和化工 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 就是我们哎我这话说的要醉一点啊 这个因为可能有很多audience 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广泛的就业前景 啊而且呢我们环境和化工呢 呃有一个unique synergy 我觉得贺老师您对专业的了解 您您您讲这句 对我刚才之前提到过了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环境与化工 这样你在就业的时候呃你你哪方面都可以 当然你个人有个人的兴趣了 就是说我我可能在你找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想了我想找化工的工作 或者我想找环境的工作 但是呢当你在你的学位里面又有环境又有化工的话 我觉得对你将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而且我们还有energy在里面 这都是比较比较前沿的这个这个内容 就是不管哪个党上台 咱们的毕业生都好找工作 我们是这是传统专业的一些优势就是不管谁在 你基建呀这个传统能源呀 传统因为化工其实是比较广的环境嘛相对是水啊跟污染相关的化工其实你有传统的有石油方面的呃你有材料方面的有有化学方面的甚至生物方面他都在造化工 药啊就是治药方面的他其实都是都在造化工的 好的那我们回答几个家长的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请问女生在化学或者能源行业的身严及求职就业是否处于不利地位呢 我怎么觉得正相反是有有利的这个情况啊 尤其是现在美国的这个大环境情况下 就是说女生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比男生有优势 就是说就学就是申请学校方面尤其到了就业 就是公司方面他们都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的比例 所以说女女生其实是有相当的优势 我们讲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就是说呃这个要更更更更更更多元化这个社会 所以公司都有这方面的压力呃包括申请学校的时候 学校也会多多少少考虑照顾女生一些 对尤其在这个行业里可能女生少是更有优势 我刚刚在这个西雅图见了两个学生 这两个人就是这是男生一个找到工作 一个没有工作就跟我在这抱怨 说呢谁也谁找到工作就是因为她是女生 她刷题也没有这谁多啊什么水平也没有没有这高 就是因为女生所以女生其实有优势的而且中国的女孩学习一般都是都是很好的 好下面一个问题说工程管理专业能申请吗 他应该是说的是本科工程专业能申请您这吗 我们招的是比较杂就是化工与环境尤其是环境方面专业 就是说我这个背景环境本身其实什么背景的人都有 有物理的有生物的有化学的机械工程的 只要他们对这个环境方面有兴趣我们我们都会考虑的 就是说如果是工程管理的话 尤其他是跟engineering相关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考虑的 还有一个问题您接着讲 从这个课程设置上 我们今年新招了一位这个高级讲师 那我在跟他商量是不是能够开一门 其实这个我们大家系列很多老师也提出来也商量 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开一门化工原理 就是让你在进来的时候 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我们先给你找评一下 给你找找评 这个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硕士生的话 我们会把这门课开起来 而且进来以后呢 我们会有一门专门的数学课 那这门数学课呢 其实主要也就是针对于工程数学的一些 一些重要的一些 也是帮助你们找评 准备你们的在后面的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 advanced course 就是一些比较 高级的比较难的一些课程中 比如说像transport advanced transport advanced reaction engineering 这些我们会有数理的基础 给你准备好 所以呢 应该说我们在专业设置 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面 已经考虑到我们进来比较广泛的专业的这个特点 也为大家有一些准备 好 还有一个问题很简单 说washU的硕士录完了吗 没有 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博士的申请 昨天截止 就是说博士是12月15号 但是硕士仍然可以提交 应该是到3月份吧 硕士比较晚 硕士比较 我们现在就是说博士的都刚进来了 好 还有一个说的是加拿大戴维斯UCD的生物环境专业本科 申请今天您讲座的专业合适吗 可以 生物环境的话 我刚才说过 如果他是对环境方面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的 就环境方面我们招生物的 招化学的 甚至招物理的 还有一个家长是想让您再强调一下 化学工程就业咋样 化工总的来讲就业还是不错的 一会儿我会有一张幻灯片 在讲化工未来几年整个的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 它一直成为一个上升的趋势 它也不完全是不受影响 它受实化专业 它受实化的这个行业的影响 受一点点 但是呢 我们的化工其实是大化工 还不仅仅是实化专业 所以其实它整个来讲 总的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向上升的一个就业趋势 这有一个菲莱德仙赫家长问 说本科CS 它可以转专业 但是呢 您这可能招这样的直博吗 就是意思就是 如果本科是计算机科学的专业 可能到您这个系来读直博吗 这个的话就是说 对于我们首先招直博 就是说我们是招本科生 直接过来读博士的 就是我们每年录取的 这个新博士里面 有相当可能一半吧 甚至一半以上都是 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来的 有硕士学位也可以 就是直博士招的 那么从Computer Science 到这个化工环境 一般是反过来的 就是说因为大家想去挣钱 那么去Computer Science 那么如果真是对学术有兴趣的话 我们这方面呢 我不能说没有机会 就是说不是很常见 不能说没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系有一些教授 他是在做一些大数据方面 比如说空气污染啊 GIS啊 Global Warming方面的 他们需要有这种 Computation背景的学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对 如果你真的是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那么你需要补充你 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 但是你Computation方面的 会有很大的优势 我们甚至环境方面 林放穷老师 他是清华毕业的 他是做生物Computation 但是这方面 其实很多时候 甚至医学员做Computation的 完全就是Computer Science的人在做 要跟相关的老师 稍微联系一下 对对这个是要具体情况 就是Individual Case by Case 那您说医学院的人在 有人以前就 只是学Computer Science在做 那他没有学过解剖 没有学过生理 也是可以被录的 因为有太多的数据要去处理 有太多数据 就是医学院比如DNA sequence啊 基因序列之后有大量的数据 就是说他理解一些就OK 或者甚至他不需要理解 别人帮他解释 但是他需要 做医的人不懂做这种数据 所以说将来也许会培养出来 这种结合性的人才 大家往那边走 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他一般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设置 和这个相关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DBDS 就是所有的各种各样的 医学专业相关的 放在一起 医学和生物学相关的 你可以去看 里面有三个专业是和这个计算相关的 我们呢 也可以收计算背景比较强的人 但是你要跟相关的老师去联系 确定比如说我们几个做计算的老师 是对你感兴趣的 这样呢 我们申请起来才比较 比较顺畅 好的 李清问说 What's you 本科化工专业 深研究生是不是本校4加1更合适 这就是您的学生 本科化工专业 而且在What's you的本科化工专业 那你那当然你4加1是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读master是最合适的了 你这样五年你master就下来了 是吧 贺老师您可以讲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4加1的是是是很好的 因为你你熟悉系里面的情况 再多一年 你就把收拾拿下来了 对 我我前一阵和这个和这个本科生吃饭 他们很多学生都是都是这个 就是来了以后 他有4加1也有2加3的 就是我们不是有这个2加2的program吗 我们很成功 我们有很多学生申请我们的2加2的program 他有的就变成2加3 他就把再多读一年 他就把硕士也留下来 有一个家长人出读问 说有春季的硕士吗 春季入学的硕士有吗 我们每年就一季 都是秋季的 大概3月15号左右截止吧 对 就是说对 我们没有春季入学 有一个笑笑猫笑猫问 说请问老师硕士申请什么时候可以出结果 应该是今年秋季的入学的话 什么时候 秋季入学的话 就是春天大概3月份 3月份 23月份 我们就会逐步的公布结果 就是说通知大家 好 本科生是WE专业的 就是电子工程专业的 他有信号处理的特长 可以申请你们系相关项目吗 硕士的话 就是说看他个人的兴趣 因为WE要取决于他修的课 他有修多少化学课 他数学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关键是化学跟生物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他 即使进来之后 我们希望录进来的学生 都能够最后 就是成功的完成这个学业 但如果他进来很struggle的话 也会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是取决于他 在大学期间 有没有修过很多的这种化学方面的课 化学跟生物 系好像化学工程没有环境工程强 问号 这个我来回答吧 这个贺老师不好说 环境工程强 我这一听就是内行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 那么现在的确我们系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的化学工程 我们的环境工程一直是非常强 我们系的环境工程一直是非常强的 所以就没有弱过 那么后来我们的这个前一任的系主任 Pertine Biswas 也当选了工程员院士 那我们的确在环境工程上非常强 所以当时这个贺老师说 他自己在前十名的学校出来 觉得我们并不比这个前十名的学校一定要差 这的确我们有这个底气说这个话 我们的环境工程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化工是不是弱了呢 其实我们化工历史上 Washio的化工系是非常强的 也是全心辉萃 那我们老系主任迈克杜特科威尺 在整个UX Engineering领域里是非常强的 那我来了以后 我就跟这个院长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最近的化工 我们有几位教授 这个退休的 去世的 也有离开的 那所以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化学工程增强 那事实上院长也非常支持 他一开始就是给了我们几个位置 那我们今年也在招这个化学工程方面的老师 我们从我们刚刚出炉的candidate 这个贺老师也在我们的committee里面 那我希望我们今年能够成功的召集为 化工方面非常强的教授 能够把我们的化工从政雄风 而且WashU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纪录的是 去年这个学校的基金是 美国基金 美国校基金里增长最强的 现在有多少 是有160亿美元 所以这个学校确实是很有钱 不能说是指哪打哪 但是我是听说过 很多教授都被WashU给挖过来 我们不是最有钱的 但是现在的endowment 我们是在全美大学里面 排到大概第十名左右吧 我们系最近也是特别的强 那我们系去年 这个我们这个科研经费稍微降低了一点 但今年一下子就是一个很强的rebound 如果你看这个新进来的 整个的这个新的grant and contract 我们今年已经在25到30个million左右 那真正到账的钱 现在我们能看到八个million 到年底 因为他虽然你award了 你要一点一点进来嘛 我们估计我们能看到 因为他有多年的 他只算第一年 那你这样算下来 我们估计也能达到右创新高 能够达到15个million左右 那那是非常非常强 作为一个系 好 这有一位家长 叫走在春风风月的路上说 孩子现在在国内大一读工商管理 高中的曾经选过物化生 想转学去读化学工程专业可以吗 可能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如果在国内想转化学工程 那一个是如果想转转美国的化学工程 或者想来以后读您的化学工程专业可以吗 如果他是在问读本科的话 就是说就是说国内本科没读完 转到我修的本科 那个这个我们不负责本科录取 就是说本科录取是学校统一管理的 这个你要看走正常的这个申请渠道 那么如果是研究生的话 就刚才我给WE的那位问题 家长问题一样类似的 就是说如果你针对这方面有兴趣 多修一些这方面的课在大学期间 这样的话你在申请的过程中 你可以justify你的这个 你的motivation 我为什么想申请 你看我已经修了这些主要的化学生物课 我对这方面真的有兴趣 那我觉得我们都会考虑到 考虑这些因素的 有一个家长高家长问说 请问地区治安如何 硕士一般都住在校外吧 治安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美国大城市都有一个通病 治安某些地方都是不太好 那么某些地方呢 又都是特别好 就是说美国的治安跟国内不是太一样 美国真的是一个就是近畏分明的 就是大城市的这个规划是近畏分明 不好的地方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路过 然后好的地方呢 那就是你平时生活的地方 那卧修的治安怎么样呢 就是说卧修周围的治安呢 有它的问题 但是也有很好的地方 这么说吧 我卧修博士毕业之后 我是去洛杉矶的南加大做的博后 所以我在USA住了两年 卧修的治安比那儿要好多了 那么那么就是说卧修周围的治安 那么美国还有一些有名的大学 比如支大芝加哥大学 大家可能听过一些 还有John S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 我去那儿开过会 我觉得周围的治安 也还不如我修 就是说人 孩子在外边 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治安好和治安不好的地方 都要注意安全 这个是一定的 对吧 一个人在外边 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么那么这个美国的城市 它有城市的问题 但是它治安好跟不好 就是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就是说平时那些不好的区域 就是说尽量就不要去 你生活里面跟我们 其实也没有什么交集 对 我可以补充两句 这个刚才贺老师讲到 这几所名校 南加大 这个芝加哥大学 还有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的情况 我不知道 哥伦比亚我也非常熟悉 那这几所学校 和Washio的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他们是被不好的区包围着 我们不是 我们只是临近不好的区 那这个贺老师 本来准备了一张slide 后来我们怕这个时间太久 删掉了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Saint Louis City和County的交界线上 你往西去 那是非常美好的地方 所以刚才那张照片 您看就那个绿树成荫 那到Clayton 那是整个圣路易斯 这个最好的学区 你只要坐地铁 就两站 就只要从另外一个 就一站 那么就到了这个圣路易斯 最好的区 所以很多学生就住那边 不存在不安全的问题 那么 那么我本人就住在学校 北边一点点 你说有没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 但我觉得我每天 半夜12点东西 非常安全 没有任何问题 那 学校南面一点点 也比较安全 当然你不要往东去 往东去呢 你如果坐两站路 到这个 到这个Central West 又是一个很好的区 那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区 我们的 我们会提醒我们的学生 你也不要去 不要一定去把那些不好的地方去 Washu的特点是 你住在这个地方 你完全可以找到安全的区 我们没被那个不好的区包围 我们反而有周围 有很多很好的区 你就去那些好的区就是了 硕士生确实是要住在校外 就是说校园里的房子 主要是给本科生的 那么袁老师 他现在住在那边 我20年前来Washu读博的时候 我也是住在校外 我住了4年 当时是以穷学生一个人 我有时候经常10点11点晚上 走回到从学校走回到我的 这个租的这个apartment 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当然我也听说过 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说人在外一定要都要注意安全 有家长问 请问博士录取大概什么时候放榜 博士录取的话 我们基本上1月底 我们要分批放 就是说我们1月底就开始 就是做决定 然后基本上主要集中在2月到3月 3月初 因为所有的博士要求4月15号之前要答复 就是我们发了offer之后 你4月15号要答复我们要不要来 所以说基本上在2月左右会是一个高峰 而且这个系很多博士 这个系有120多位博士 对很多人听说我们有120个博士生 都会比较惊讶 因为我们规模不大 博士是一个中等的私立大学 就是说有100个博士生以上的系 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考虑到我们的faculty的 我们教授人数并不多 其实我们如果你看我们的 就是这个科研为主的教授 我们是包括总教授是 我们是工学员最少的 然后我们的学生不比别的系少 对 因为我们的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科研 就会充足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的问题 又有一位这个李青家长问说 What's your 化工本科生 是直接申请博士好呢 还是您建议先申4加1的研究生好 看他个人的这个就是说兴趣是想 他决定读博了没有 其实读博士是一个蛮大的决定 因为接下来四五年要花在这个上面 如果没有兴趣或者说一时头脑发热 我觉得不值得 对吧 一定要想好了 想好了 所以如果他觉得他没有想好 那先读个硕士 读个硕士呢 先有一些实验室的经验 觉得哦 做研究原来是这样子的 蛮有意思的 或者做研究太无聊了 我不想花接下来的四年 所以这样过度 如果是在读本科的最后两年 他已经就是非常clear mind的 说我就是要读博 我将来就是要去做科研方面 不管是做教授也好 或者是国家实验室也好 是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 我就是要拿一个PGD 那这样的话 他还是最好直接申请博士 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我们现在已经录取了 三个学生之一 其中一个他就是直博 他是二加二 他是因为duty grade的学生 但他应该是 他是直博 他是本科生 对 就是他非常优秀 我们直接录取 而且还给了额外的奖学金 对 所以你这个孩子如果能早做决定 那是最好的了 如果不能早做决定呢 就像我这样犹豫不决的呢 以后也可以去读博士 我当初呢 也是就 当初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我这个拿到offer了以后呢 我在上海的一个大楼里 碰到了我的一位同学 他就说你一定要去读硕士 读完硕士你就可以工作了 所以我就跑到 Alzheimer大学去读了硕士 读完硕士工作了一年以后 我就发现 我的确不喜欢这个工作 我还是想去学书界 那时候后来又去这个大学里工作呀 然后在包括身份各方面 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花了很长时间才转回去读博士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的孩子能够 make the mind 的确他很喜欢学术 早一点直接申请博士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他一定要多走几步 先读个硕士 找找工作试一试 那这个你可以让孩子 他有个成长的过程 对 让他自己寻求一下 自己的这个空间也可以 这样看孩子自己的决定 请问系里对本科生 和硕士生的科研机会多吗 很多 很多 就是说基本上本科生 他们都会去联系教授 而且我们每年本科生毕业的时候 我们都会就是说让教授去 就是回访吧 他们走之前 我们就说 这四年来 你对这个系里面的印象怎么样 你觉得哪些好 哪些不好 需要提高 有一个点 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 这个回馈 就是说科研机会很多 就是一联系教授 教授都反馈 就是我经常会接待本科生 他们愿意在我这边 做一阵子也好 做完之后发现没兴趣 换一个现实都没有问题 我们不会说 怎么样 我们就不高兴 没关系 他们本科生就是来找 这个科研机会的 硕士生也是类似的 就是说科研机会很多 好 那个这 这有一个问题 可能可能是要澄清一下 刚才您提了两次 二加二 然后这有一个家长的叫薛 他问说 本科二加二是指什么 社区大学生化专业 GP420的学生 是否有机会转学进来呢 这二加二的这个 我们转学 社区大学转学在美国 转到美国的这个本科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很多大学 可能大部分大学 都接受这种transfer 但刚才我说了 这个本科生的录取 不属于我们系里面的 这个职责 不属于我们学院的职责 另外还有一类学生 我们工学院 有一个特有的项目 我们叫做Due Degree 双学位的项目 是针对呢 什么呢 是针对 跟我们工学院 有合作协议的 大概将近一百所 就是文理学院 他们都很小 Liberal Art College 就是说 这是我们工学院 跟他们之间的协议 他们在那边 原来的学校读三年 可以来卧修或者读两年 再来卧修读两年 最后拿两边的学位 但是这个也要通过 他们的教授 在那边去选拔 所以这个叫做Due Degree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我们工学院的 网站上去查 Due Degree的学生 是针对已经入学了 在美国 就是说跟我们有协议的 这些Liberal Art College 对 我刚才说的二加二 其实就指这个Due Degree的学生 Due Degree学生 他一定是 我们这些 这个召进来 这些文理学院 是跟我们有 partnership的一些文理学院 可能如果没有那个partnership 你可能可以做另外的途径 那么这样就是 他可以拿两边的Degree 然后他如果再多读一年的话 很快就可以拿到硕士 对 这个跟WatchU的这个Due Degree 就是三加二 也叫金桥的这个项目 如果是大家感兴趣 他的这个种子学校的名单 可以找学术哥来要 我们有这样现成的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项目 完善的项目 我们化工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 就是尤其欢迎 这个这个在我们的本科里 是分化工环境工程 和这个包括化工的非工程专业 就applied size 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申请的 这个 当然录取权不在我们 但是呢 从这个Due Degree Program进来 要比直接申请我们的本科专业 竞争就是说要小很多 要小非常多 对这个GPA的话 要求是3.2 3.3就够了 那你要直接申请WatchU 那是很难的 有家长问说 学生反映推荐信不好要 如果学生提供不了推荐信 那么申请您的硕士还有可能吗 推荐信是要求的 但是我觉得硕士方面的推荐信 可能要求不是那么的高 因为主要博士上博士申请 我们非常看重推荐信 因为你的成绩啊 你的publication是一方面 那么推荐信是非常重要的 硕士方面我觉得 我觉得你找过去你上过课的老师 多半都会愿意写一些推荐信吧 还有一位家长问说 化学工程有哪些项目可以读博 这就是这么问的 我们的专业就是说学位 最后你拿到那张博士学位证书上面 只有一个就是学位名称 就是energy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ngineer 具体你做什么 那取决于你进了哪个教授的实验室 因为博士生最终都是靠我们的研究资金来自助的 所以你要跟我做 那我是主要做污水处理的 污水处理啊 这个生物能源 但是我没有做纳米材料的 有做电化学 电池 燃料电池 还有做这个生物方面 所以取决于你最终是进了哪个实验室 好 这里面讲一下啊 我们的硕士生和这个PhD的专业设置 都是一个专业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chemical engineer 我们的本科生是化工 chemical engineer 所以environmental engineer是分开的 我们确实是有环境工程的本科专业 就是bachelor of science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 所以你要申请那个D degree program 是可以申请到这个 这位家长叫周邦希问说 我孩子被生理数华大录取了 恭喜你啊 请问读什么专业好 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难说 这个是取决于 真的是孩子的兴趣 跟您的这个将来的规划了 就是说 卧学院的专业优势的话 就是说 当然医学院是最强的了 但是他医学院没有本科生的专业 那么工学院 商学院 卧学院是有商学院的本科的 就是说很多top的business school 是没有本科 商学院专业 卧学院是有的 法学院是没有 好像是没有本科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取决于孩子的兴趣 就是卧学院的抵贵 对孩子来说将来肯定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真的是取决于孩子的兴趣 这个很难说是 您是想以后挣大钱还是怎么着 这个是真是不好 我们不好 我说是哪个专业一定就好 这是看哪个专业适合孩子 但是首先还是得恭喜您 这个孩子被卧学院录取 这个还是蛮不容易的事情 好 这有一个费来的先贺问 说本科港三 就是香港的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 CS专业对生物医学比较有兴趣 未来想直播 本科需要辅修哪些课程呢 谢谢 生物医学应该选化学跟生物方面的专业 它现在是computer size 那么将来可能做这种bioinformatics 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应该多修一些 生物跟化学方面的课程 本科学生物的GRE320分 Sensor发了一篇论文 申请你们的博士可能有多大呢 本科学生物的 发了一篇论文在哪里 SENSOR Sensor OK好像是MDPI的期刊 这个博士录取还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个人的建议 因为我是Direct of Graduate Study 我是负责这个博士 就是研究生项目的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去联系一下 就是说你感兴趣的教授 最好是有这种 interaction 如果有教授力挺 说我就要招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可能GPA低一些 但是我跟他交流过 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我的实验室 我们都会考虑就是说批准 所以说博士的录取是 本科跟Source录取有统一的这个情况 博士录取很多时候真的是取决于你跟教授之间的交流 和教授他对你的背景的兴趣 教授好 本科是材料的能学您的化学工程类吗 可以 可以 我们有很多做材料的 很多做材料的这个教授 材料非常适合我 对 现在这个在美国的话 这个专业区分的说实话不是那么的清楚 就是说化工有做材料的 材料有做材料的 机械工程有做材料 甚至电子工程也有做材料的 这个分的不是那么的那么的清晰 好 还有还有家长刚才问说 您这个工业工程这个专业也要学化学吗 还是还是是学工程管理呢 还是这个是在您的这个系里设置吗 我们没有工业工程 我们没有工业工程 工程管理是吧 刚才那个教 我们那是工程管理 那个工程管理是指那个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management 那个是个certificate program是吧 对不是degrade program 不是学位 对 Washow的工学院我们没有 工业工程 industry研究竟我们没有 本科数学专业能学您的这个环境或者化学工程吗 数学的话就是说在数学方面是个大的优势 但是呢就是说有没有学过很多化学方面的课程 他要修几门化学的课 比如说像有机无机啊 这些要修几门化学 那么到我们这儿来是应该是说 因为因为实际上我们我们对应用数学的要求很高 对化工之所以难其实就是因为数学方面的东西比较多 对于很多尤其像我们还工的话 我们还工没有那么多的数学 所以一下进入化工主要是数学方面 如果你是数学背景的话 那个对你来说不是大问题 但是呢你需要一些化学方面的这个补充 对你稍微修几门化学的课应该来修我们的专业是比较容易的 目前本科物理 孩子一心想学物理生物方向 以后哪些就业方向 这个 生物理 宇阳老师你可能对生物方面的 对 生物理呢最好还是去读博士 然后呢以后做研究 那么至于说就业方面呢 其实要是你真想学的话 你比如说像生化呀进公司还是容易一些 生物理呢也可能进 但是呢 比如说生物理很多像做蛋白结构这些呀什么的 包括一些modeling啊 这也有公司的一些工作 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学术者 好的 这个问题我看就有就有这些了 呃那二位教授现在也是快一个半小时了 呃您有什么 您还有什么要要要讲的要补充的 你再讲一下 那么我上次和咱们谈的时候 我提供了一个buckle的 今天我会再去要一个buckle的 给这个我们的呃陈老师 保证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呃各位家长 你们的孩子申请我们的硕士项目 都可以找陈老师要这个免申请费的这个buckle 嗯太好了 对而且我们这个讲座会有呃回放 而且呢还会呃有这个后边的整理会会发出来 呃大家也可以呃后边在在详细的看 那那那是这样的啊 这个buckle的我就交给陈老师您来管理了 那我们不能统计呃谁参加了谁没有参加 您就负责帮我们管理就是好吧 呃贺教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呃呃呃我觉得今天很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在这边交流 呃呃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 呃呃大家如果有什么后续问题的话 欢迎呃联系陈老师也好或者直接联系我们都可以 你们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的这个电子邮件 ok好的好的好太好谢谢你 好的那谢谢袁教授谢谢贺教授呃给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 而且呢是呃这都是呃在这个呃学术界也好是在 育人的也好都是都是楷模 所以很非常的感谢你们能够呃直接的来跟我们的同学来做家长做交流 谢谢谢谢呃呃陈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也谢谢各位家长的耐心啊 啊好谢谢好好再见 嗯好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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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